丁老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 丁老师你先把你以前学习的背景介绍一下 他才是当我们训练馆台西兵的政家 有我们的机会 那时候我很向往可以去台北 这个机会有一个 去台北学习的机会 我们说要去生命 装活的意思 那时候孩子也十几个学习 国中央学习也不知道 机会是什么 就直接到台北去学习 你们家去六港不是跟近 怎么没想到去六港学习 但是就是有我们食杀的人 在台北 要照顾 对 之前说就有机会去台北 但是十几个学习就去了 国中央学习就去了 雕刻里面对 要是因为生像雕刻的部分 很多事物都自然都会 都会摸到 都会摸到 摸到的机会是要看人 有人就是说 其实我们早期在做文化 有分罪各种的部门 比如说有雕刻的 还是说彩绘 外套杖 还是说 好像流水线 对对对对 我都在一个分工在做 直接用一条龙 完成这一条作品 这个生命的时候 就要看那个 傻夫 他是不是有那个 想要去研究 还是说 要来 达成这个 我们不可能的任务 其实我们 正在在 做 雕刻 生命 都是在 固定在 傻夫 老闆 他们的 店里面 所以 睡了 或是跟傻夫 大家都 做会嘛 其实我在想我过去 在学习的时候 你是 像我们老闆 既然做什么 公司 或者是 先刷 刷头卡 那是基本的 我们学习 条行的整理 里面 了才开始说 就没错了 他的过程 没错了 了才又开始说 把他抵抵抄 让我们在 蒙涂 这样 涂了 让我手 其实这三个 像这种 涂涂 把手 也都会涂涂 在过程 在学习 但是最主要就是说 我的师傅 我记得我当时 我都利用下班 让人睡觉 我睡觉的时候 我去那里 自己都 拿线 我们就在那里 看师傅 没腰 没吐 以前 偶土地 就是看师傅 要够够够够够吗 对 这也是 有一个关键 也是同样 我的师傅 如果您刚才 有耐心的师傅 还是说 如果您刚才 就 比较急性的师傅 当然 如果比较急性的师傅 您要设够多 动作 或是比较慢的 还是比较 师傅 就会 对 匹配球 对 但是到最后 学习到一个程度 出塞料 就要看个人 对 个人的创新 就不一样 对 其实我们学的三年四五月 是一个 过程而已 是一个基本的 几行 例如说 在那里 看你做 有人是说 像拍照片 还是用收工 开门 再来这又说 損分散 損散 材费 这个过程 再来开工店 这个过程 就开头 就看这个塞浮衣 他要学的是 是什么 那老师你几岁回到你的故乡 是做冰了 做冰了 后 带母 后 再到的 大概是三十 同会 那时候 那时候你就是算 独立了 可以自己创业 对 对 那就是开神像店 所以我自己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同行的 适合 适合 适合适合 适合适合 在过程 政府在中间 每次接触 就会有人 就是适合适合适合 有时候有需要这个人 我就向他拜托 让某些債夫来 帮我们 做这项库 老师 你差不多到几岁 开始来做 那种创作型的目标 包括后面的这间 现在这近两年才开始 近年才开始 对 但是我创作的东西在 在我店里面 可能可以看到 比较多的 不一样 这是老头 跳脱传统的 早期 我是做的 其实比较童年 童气 类似那种 五六年代 我们的孩子 都在在村口所在 在策刀的时候 童气的东西 农村的体验的生活 就对了 他们在策刀 像美少女的 国家 类似那种 童气的时候 我就是有 类似有学习 几行 会就知道 最后面也有 我记得我们的孩子 当时 设计 我们在 我们走 公公路也走 在我们的年代 都有人在 像现在有那种 电脑锅炉 都没有 土 我记得 我记得 有核子 没有我们穿核子 都 不相信 核子 都不敢 穿 都是汤车 还有我做到那种 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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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不得穿 够 穿起来 对啦 大萨 早期是穿那种 像我们做土 水 有种粗鱼 鱼鞋 橡胶鞋 橡胶鞋 还没有補的 補的料 我们让那种 很不甘 不敢去 甕鞋 撒 是说 害 老师请你来介绍 你展出的这个作品 我们为粉线鸟开始说 先把粉线鸟跟七线鸟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差别在哪里 粉线鸟就是说 像我们在地蛋糕 这样 芥花 芥出来 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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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我们刷的 像我们刷的 我们像刷的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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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都把它刷 刷 刷一圈 勾面条 刷的柚子 黏着 我们的需要是大条 还是碎条 再来看 要用我们布局 我们政府的物件 对 粉线鸟就是用刷的 完全就是手镇 经验就是在这里 对 你就要这样掌握 它的 出力 有我们手的地道 你一次去练习 那室友要叫你的 山植 一模一样 一直练 对 对 才会忽大忽小 对 你头头在练 我们练在上面会不会顺 会去 结尾球会不会顺 哦 好像 这个手水应该就要练 整个角落了 对 因为练到那就是你手 头上你上面没热 不然你没有通常 练到那手 反正有那个力道 力道出来了 你就练了很顺 所以在挤的过程同时脑袋就要去构思 还是你们都会先打草稿在这个木雕上 一定先打草稿 其实就是我们 像我们刚刚开始在布局 就是像我们的房地山 你一定要用 就这么没用 旁边才会扁 先挖起来 这就要去枕 起来比较精准 一般它粉线叼会 叼到几层 对 因为那是要看你的技术 有什么程度 然后再去看你要布局到几个层次出来 所以这样做起来就有立体感 对对对 就是要看材负 看材负你的耳朵 还是说你带材负 它的技术到什么程度 你才能学到什么程度 老师 我介绍你这件创作型的木雕 然后用年来把它变成这个印象 我常常在想 我们那种中华文化 那个 广潮 没有这个末宝的 广潮 对对对 王希致啊你看 那个末宝都是很漂亮的 然后我想想要让它立体化 所以我就一个给我们的机会 去发展黄潮那种洒脱豪放的意境 深深的吸引着我 所以我就以练 这个练的 那个 理形作为我创作的题材 那是怎么结一个女生的这个头型 跟一个这个生小孩的头型 因为这个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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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第一个图片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黄潮练 它的理形 就是像这个 这个女人 年年龙伯都 所以我就就是这个 这就是 我说这一个女人 这一个妈妈 我想要挨入 那需要的小孩 生小孩的 那这个 那概念 来来创作 这个 这一年有繞期嘛 所以就代表习惯不断的 运转和降低 跌的搭配 我们的 市井一个三八八十十岛 可以生 那个概念就说不断的温专嘛 希望我们 大地万物可以生生不死 就延续下去 就是一个生命的循环 妈妈怀孕然后下面就是小孩 然后一年复一年这样子 一直过来 你看我这就是 这也是一个新的创新和创作 一般我们的作品 都是固定的 我是给他们融入创新的想法 和我装佛学的一些技术 彩绘技术 或是有安静的技术 融入在里面 而且还有这个月亮星辰流星的变化 对吧 就是好像时空 一直时间在流转 对 对 是怎么面对弃一个蝴蝶彩绘 台湾是蝴蝶王国 所以我也是用这个代表性 也是我们台湾的印象 印象还有百合花 对 对 台湾百合 所以老师就是把你多年的技法 融合在创作型的雕刻 加上彩绘功力 对 这个就是比较符合现在新一代的这种收藏观 对 不然人们拜拜一般都不会收藏 就是拿来拜 拜而言 对对 所以算老师有走出自己的路 对 好谢谢老师 好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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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